主料,鸡蛋2个,柴鸡蛋4个,安全带5个,干粒100克,榛子80克,松子80克,玉米粒20克,辅量,油,盐,味精,淀粉,白糖,葱,姜,番茄酱,生菜,剩余果8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准备鸡蛋,安全带,榛子,松子,玉米粒, 准备干粒,生米粒,将鸡蛋,安纯蛋煮熟去壳,榛子,松子,干粒去壳,包可太麻烦,干粒可以用生的,白糖炒干粒要贵一些,我用熟的也是因为家里正巧有,用盐,白糖,味精,淀粉调制备用,锅中放油加热后,葱,姜,番茄酱入锅煸香,姜调好的芝入锅,玉米粒入锅翻炒,鸡蛋, 鸡蛋入锅翻炒,榛子蛋煎果入锅翻炒,翻炒均匀后,菜出锅装盘,在盘子上放几个圣女果,一到煎果预勤蛋,就可以摆上餐桌了,烹饪技巧,文心提示,各种煎果一定要最后入锅,且立即关火,否则,煎果就不脆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